1995年港姐冠军杨婉怡日前同老公王帅勋任职董事 萨摩亚注册公司利特尔爱因斯坦阿卡迪米利米克 第一遭本港财务公司苗顶资本有限公司入柄 指杨婉怡公司先后从原告获得240万贷款 并以杨婉怡后贯及加州物业做还款抵押 不过老公婆还做两期术后拖延还款 又无肯签文件交出后贯同物业 至今年本贷力被追讨376万 连日来杨婉怡未有现身解化 本身信惠言雅及信托委员会主席 每个月都要出席两次立会 有报道话杨婉怡上星期仍如常去开会 当时毛命一样直至被苗顶资本有限公司入柄追溯 就向惠言雅及信托委员会请假 据之话因为要处理私事 暂时出席无道会议 就由信托委员会副主席曹敏丽代为处理 虽然杨婉怡暂时毛影 不过都有向惠言雅及班好姊妹报平安 众教大家无好担心 曹敏丽众话好清楚 为人希望快递处理好见识 而向海澜都系委员会成员 就话杨婉怡虽然缺席会议 但用电话开会会晤某受影响 认作如常 至于杨婉怡自己就曾发讯息 回复传媒表示多切关心 自己要了解下 一家见识记录做司法程序 无方便讲不多 杨婉怡七年前就同老公王帅勋 开办教育中心 曾于2014年与人合资千万开办歌 尔登盖特国际幼稚园际幼儿园 不过同拍档有争拗 引来前债官司 好似去年2月 杨婉怡被追187万 到去年9月 兼幼稚园又被讨3万元 员工强基金 到今年3月幼稚园就直作 其实杨婉怡两宫活今年3月 众友出席东华三院 旧旨里5月 自己就现身慧颜雅集筹款婉宴 当时毛命异样 至于各后冠 系针钻石 各年系守卫港姐冠军 或针钻石后冠 加埋权杖同袍扣 估计值百几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